大家好我是小碎 欢迎收看小碎解说三花沙 今天咱们继续来看国战 先来看这局 我们主角的有一些题叫做激情火花一 来自四五区 感谢大家提供的比较录像 主张情况 这个选择比较多 尤其是吴国 吴国四个将 能数过这一个将似乎是弱了点 那么你要出吴国的话 大师陆逊可以 那么太史词 太史词要出太史词的话 我建议出太史词 还是把太史词弄到四写 因为三写的太史词 因为太史词这个武将是需要续报的 是需要续报的 但是太史词搭一个徐胜 感觉又有点弱 当然这个 你要想太史词配这两个 有过牌的 个人感觉不是太好 因为三写太史词写线 拿下来他没法续报 这个 结果我们主角还是选了太史词大师 然后这边一号看七号 看完七号直接就直接就开干 非常不理智 结果出来个独裁 出来个独裁 那你就是飞群了 你是看到独裁了吗 还是看到那个将 他是看了主将是副将 看了主将 他看了主将 看了主将就可卷打 难道你看到谁了 你是看到袁绅了 还是看到华佛了 估计应该不是张角 张角他可能就不敢杀了 那这边果断直接杀一号 那这你跳群了 这个你不是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跳群的动作吗 这边也跳群了 这你难道 这大军熊吗 这一个一个全出来了 这个一号他只是跳了一个飞群的身份吗 他刚才就是杀了一下独裁 看完独裁杀了一下的 所以这就是你这就看完就杀呀 你这就是太不理智了 那这边现在他又开了个难门啊 要说他也不像是卫啊 你明显他就是想让徐玉死嘛 你因为这边徐玉刚才和这个四号啊 和这个四号刚才决斗拼杀 拼输了啊 拼输了他才掉这血 他肯定是没杀了 这边咋还救呢 这边还救 你这打完又救 那你这 那肯定你这又不是群了呗 那你不是群难道你是卫 或者是你隐约感觉到是大群雄了 所以救一下 那这边也是跳飞位 这边也是飞位 那这么看来这个应该的的确确他就是一个卫 这么拼命的捞这个曹皮啊 那你如果是卫国的话 那你刚才捅他那刀干什么呢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你说你卫国打三血的可以啊 但是没你这么打的啊 你这这么多三血 你看你看你看 场上这么多三血的 你找谁打不行啊 曹皮他都跳了身份了 这个他和独裁一定会互掐的 你在这里插这腿干什么 这我们主持人是可能觉得是大群了啊 可能觉得是是大群了 所以出来想砸到场子啊 但是你没必要打曹皮吧 你这个留着曹皮 他肯定他是去打这些群雄嘛 这边果然是个位啊 果然是个位 为什么说虽然说是两个位啊 虽然说是两个位 这个刚才这个针机没亮的时候 什么那么拼命的捞曹皮 应该就是个位啊 虽然说是有两个位 但是你也没必要去打曹皮 因为即便这个你下架真是位啊 那么场上也就这两个位了 也就这两个位了 那么其他人还有很多 非常非常喜欢群雄的 你就没必要去打这个 再去打曹皮了 你留着他们帮你去打群雄不好吗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你像这种这个一号啊 这个曹皮这个玩家 他看完这个七号 他看完这个七号 他直接就去打 你就你就能知道 他水平不是太高 他不是太高 你去杀他 他你万一杀不死 他他要直接 他得把你翻了 对不对 他得把你翻了 你你你这个大师翻面 两位盒 你非常伤的啊 然后这边恐龙出来了啊 这边二哥三弟 直接就这晾了 什么情况 你要晾 你晾个关羽就是了 你晾个二哥就行了 你这二哥三弟一块晾 是什么意思 你这是给自己拉嘲讽吗 那么哎呀 刚才曹皮是被乐了 是不还是怎么着 好像是被乐了 天行有偿 天意招招 直接拼四号 问题也不大 这个还去杀 杀曹皮 没必要啊 这个四号跳的名群啊 四号跳的名群 你不去动草皮 你不去动草皮 这个他们群雄也会去 去动草皮 而且你留着这个魏国 你让他们去打这个 让他们去打群雄嘛 或者是打暗奖 其实这个你这个大师 你都没必要量 你现在常常这个形式 你泰尔茨自己在那待着 你不动都可以啊 你现在这个八号的身份 不太不太明 但是我觉得 也比较像群 因为刚才 前面跳了那么多 疑似群雄的 他还去杀的群 他也八号也比较像群雄啊 结果这个 草皮是依旧坚挺啊 依旧坚挺 这个草皮一直去翻独菜 你翻这个独菜 有什么意义呢 你独菜一个回合外武将 你去翻他 就难道你看见这个主将 是个回合内武将吗 群雄回合内武将也没谁了 反正肯定不是袁绍啊 要不然草皮不会这么去翻他 因为前期肯定没人愿意去吃菜的 你这样去翻他也死不了 那你不就是给他送牌的吗 对不对 应该也不是华佗 如果是华佗的话 草皮也不会这么翻的 你看这边果然是个群雄啊 那你现在这个趋势 他果然他就是一个大群雄的局了 所以说现在这个局势一出来 你是不是感觉之前你打这个草皮 是不是就有点打得太猛了 不过这个草皮也是比较奇葩 他就和这个独菜死磕了 那么真机应该也保不住啊 这边是田峰啊 这边田峰 那他这么翻 他可能觉得反正 田峰独菜也没什么用牌能力 翻了也就翻了 但是你这个翻独菜翻的不好啊 个人感觉不好 感觉这个玩家就是完全就不会用草皮啊 完全就不知道草皮怎么用 哎 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啊 刚才有这个技能读条啊 现在又有这个技能读条 大家感觉这个 刚才那个技能读条好像感觉是二张的样子啊 那个意思好像这个二张是 不是好像这个安将是二张啊 但是在我们出牌的时候有这个 有这个又有的技能读条 明显这是何代后啊 明显这是何代后 也就是说马腾这半边啊 马腾这半边应该是何代后 刚才那个读条是那个七乱的读条 也就是说刚才他那个一四二张的那个读条 是七乱的读条 现在到我们回合 这就是他那个阵读的读条 所以你要明白了这个细节的话 你就可以果断的对这个安将动手了 因为本身这个安将跳的就不像吴国 他如果真是吴国的话 他上一轮就可以亮了 我们大师早都出来 上一轮他要是吴国 他就可以出来配合我们大师了 综合他之前的行动应该就是个群 所以我们主角也是比较果断的就直接杀了啊 那么这个果然啊 果然他是群雄啊 那么这个这个马腾他没有亮这个何代后啊 马腾没有亮何代后 之所以没有亮何代后 他估计是怕这个大师撸他的牌啊 因为他发动气乱之后 一下那么多牌 他怕那个被大师撸走啊 这个我觉得我们主角 没必要杀群雄杀了这么卖力啊 如果说你的盟友是一个很一般的武将 你这么卖力可以啊 但是你的下家是一个二哥三弟啊 你二哥三弟 你杀的这么卖力 你把他们都打残了 然后二哥三弟直接 直接一收割 然后呢 然后这就很可能就没有然后了呀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这个马腾刚才剩了一个桃 明显是应该是就这个独裁的啊 明显是应该就独裁的 因为你救这个恐龙是肯定救不活的啊 你救恐龙肯定救不活 然后这个你让这个太史词收了恐龙 他拿三张牌 他已经出过两张杀了 他动不出来什么更多的这个动作 你让二哥三弟一收 你们群群全部完蛋 包括我们主持人也是打得太激进了啊 你这给这个二哥三弟留下多么美好的这个空间 你看这这他再给你两刀你不就挂了 哎这怎么弃牌了 这这这这这还扔了个红牌 你这五五风灯用五胜拍出来 然后那两张即便是黑 你的杖八一拍着我们主角也挂了 这个我不知道他是卡了 还是一个国战新手啊 从他之前那个动作啊 那个从他亮将以来 看他好像是一个国战新手啊 你如果是个国战老手亮将 绝对不会那么亮的啊 但是从他这个等级上来看 这都快二百级的人了 头一次打国战吗 那你难道你身份局就没有玩过小关张吗 当然也有可能是卡了 反正种种原因吧 种种原因给我们主角这个留了机会啊 他是留了两张闪啊 留了两张可能是新手啊 但是 这个我们主角那个前面打的是还不错啊 还不错 但是最后这一点有点 的确是有点太太激进了 这这还好是这个二哥三弟出问题了 他要不出问题 你说你是不是就挂掉了 你是不是就给别人做嫁衣了 你这完完全全就是就是打工了啊 但是这个空场的思路还是有的 只不过是空的有点过头了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一局 这一局我们主角都有些第二段念云天笔端来自三七八区啊 感谢玩家提供的别的录像 那么这一局比较短啊 大家看就不到六分钟时间啊 这一局也是比较娱乐的一局啊 那么我想虽然说是个娱乐视频啊 但是我想还是想说明一点点问题啊 浙江感觉你怎么选的可以啊 吕蒙丁凤挺不错的 我觉得选吕蒙丁凤 要是我可能会选你选吕蒙丁凤啊 我们主角选的是呃猴子啊 选的是猴子 其实选这样这个不用太纠结啊 这个呃 我只这个这个录像 其实我只想说一点啊 咱们呃前面没什么可讲的 前面没什么可讲的 就最后一点我想说一下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一局 一局这个大嘴大嘴局啊 就是大嘴无脑射啊 大嘴无脑射 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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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大嘴四 反正 想赌一波是是可以赌的啊 大嘴就是这个你要是不强手量的话 到后期你再射 嗯 可能没有前妻射的效果那么好啊 当然你只能说你赌这个那个队友 那这射到队友了就没办法 那么你看现在 然后又收了一个诸葛 又收了一个诸葛 然后他收了一张杀 他收了一张杀 我想说明了就是这点 现在场上这个局势 是这有一个暗将 不是对于大嘴来说 两个暗将 一个两血一个一血 那么他收了一张杀 然后他是选择了 把这个暗将杀了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 这点你已经打到这种程度了 这种程度的话 你就不要再杀 你如果想赢的话 你就不要再杀了 你为什么呢 因为你收到这张杀 你把这个暗将杀了 你把这个六号杀了 那个他如果不是群 他如果不是群的话 你也就是再收一张牌 你再收一张牌 你能弄死我们主术师角吗 你不可能弄死的 除非说是你收了一张无中 你收了一张无中 然后你又开帅俩无中 俩无中你刚好又开帅 两张牌 不是两个无中 开转四张牌 是两对 你能全射出来 但是这种可能太小了 所以说你这时候 你就不应该再杀了 不应该再杀了 然后你就过就行了 然后就让这个六号出来 你看这个六号 你看他是 他是什么身份吗 他如果是群雄的话 你们二打一对不对 你们二打一 他如果不是群雄的话 如果说他不是群雄的话 如果说他不是群雄的话 那你就看他怎么打 反正现在就是加上你三个人 说不定就是三方势力了 那你三方势力肯定是要博弈的 如果说他直接去打你 打你就打 反正三方博弈 你三方博弈的话 还不一定谁赢谁输的 对不对 你看这你还真杀了一个队友 你即便这个不是队友 那最差的就是这两个暗将是一伙的 然后他们二打一 打你一个 你有袁绍 你也不太怕 对不对 你要只要能升得下来 你就有希望 那么最好的情况就是三方博弈 你三方博弈的话 他也不敢狠打你 对不对 他自己状态这么差 那你现在你看你这样弄的话 这个单挑的话 你没有任何优势 这吕蒙打袁绍 还是比较好打的吧 可况我们现在 还有这个阴魂 因为那个时候 你想想如果这个六号 他即便不是群雄 他即便不是群雄 他出来即便说是他打你 你状态那么好 你满血 他也打不死你 对不对 再一个他也不一定 他就敢把你往死里拍 对不对 因为他自己本身状态那么差 因为这个我们主角当时还没亮 他也不知道我们主角什么情况 他把你打那么狠 他自己状态那么差 然后我们主角一亮 再把他弄死 他也不傻 对不对 所以说进这个三人局 你三方博弈的话 是大家都有机会 你这样弄的话 你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的 因为你杀了那个人 即便他不是群雄 你和我们主角单挑 你没有任何优势 我们主角还两血两排 还有这个防御 还有这个防具 那你这个组合和我们主角单挑 你就一个单元哨 你单元哨 单挑 你没有任何优势的 你那个时候 你既然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有队友把你坑的话 你就应该多想想 自己在这个什么样一个状态下 自己很有可能能赢 打游戏不要太无脑 那我们再来看一句 这一集有本书 有些地方做南乡子白马 来自百度曲 感觉玩家提供的别的录像 出样情况 三种选择 感觉哪一个都可以 可能这个二张黄盖 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 第一这个黄盖三写 第二这个黄盖搭个二张 也不是太搭 除非说是你能捡到连组 再捡一对杀 那还可以 其他那两组 感觉都可以 所以我们主要选的是 加许盘凤 那么二号位 二号位还是 比较靠前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个手牌也没有用 脚气卡 这个手牌还不错 因为我们有夹曲 可以防弹蛮 防弹蛮 这边有个加一马 还是非常不错的 直接顺一下 顺不了上架 只能顺下架了 然后留了一个眼镜进攻 问题不大 那么因为手里有杀 所以帷幕就没有开 那么这边先标个飞位吧 这刘老板这是 这是啥意思 你这么相信 八号吧 还是你们开黑 还是你是 你这边边是诸葛吗 这边又开 又开南蛮 肯定他不是鼠啊 这绝对不是鼠啊 这开南蛮 绝对是要打刘老板啊 再一个也不太像吴嘛 也不太像吴 你这前面刘老板都开过一个南蛮了 你这又开南蛮 也不像吴 这边没卖血 先标个飞位吧 那么曹碧出来把刘老板翻了 他可能是怕刘老板这边是 是诸葛 所以先翻一下 看有人打刘老板没 结果这边还真给对了 这个你是懵的呀 还是你俩就是看黑啊 这你要说你是懵的 估计都没人信啊 这你还看他干啥 这你还看他干啥 他肯定不是蜀国啊 那能打到他的话 你就直接打 你要觉得距离不够 你就找个你距离内的 你一个看看 都比看他强 那大什么胃啊 这都三血不卖 还大胃 这么多三血不卖的 怎么可能是大胃 你要说这四号是 胃道有可能 结果这个 也已经出来 也没干出来什么事嘛 我们主角是蓄了一个铁朵连环 这个三血将蓄了铁朵连环 比较危险 当然仗着我们是这个假雪啊 仗着我们假雪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嘲讽啊 杀 那这边直接来杀啊 这边直接来杀 不是鼠 感觉也不太像吴啊 你一个吴 我没有必要吧 这边是父子啊 这父子俩啊 这你难道是拿到这父子俩 这就感觉没希望了 也就自暴自弃了 这边也跳 也跳飞树啊 跳飞树 当然现在出来了两个 出来两个蜀国了 那他们打一下这个鼠 路人嘛 他鼠人头 那么这边乐流善啊 乐流善问题也不大 你毕竟流善放权给月鹰 还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结果天度了啊 结果天度了 结果他是选择的人德啊 没有选择放权 刘伤头啊 刘伤头 刘伤头你没必要出来吧 你要想杀蜀国的话 你弯着捅不就死了吗 你就这么着急的收人头吗 你这出来不就是给群雄拉嘲讽的吗 你这弯着捅一下 后边那么多不是蜀的 他们肯定会去补刀的 你这么急干什么 难道你是觉得要开团的吗 就召唤一下 反正这个五号看样子挺像群雄的 你这七号刚才也是来打蜀 在那么多人在打蜀的情况下 他也来打蜀 感觉也不太像吴啊 尤其他还在月银旁边 刚才他卖鞋的 没太注意他卖鞋没有啊 反正肯定不是鼠 也不太像吴 凤雏吗 反正是凤雏啊 打了半天白打了 也不能说白打了吧 反正 打的不爽 打的不爽 那这边就不动啊 这边六号非常机智的不动了 这个五号他也不亮啊 他也不亮 你要是群雄 我觉得可以可以亮了 这边不是群的 不是群 难道你是胃吗 还是去打蜀 你要群雄的话 你没必要借吕布的刀吗 这边这么多干 这干将的刀 你不借 你去借吕布的刀 他肯定不是群雄啊 这边红了 红了你不乐假许 去乐一个吕布 你就无法假许 有虚报啥的 一轮把你们弄死极客 我们主角直接杀案将就行了 杀 对 直接杀案将就行了 先把案将打出来 那你要这样杀的话 我觉得你还不如直接去杀吕布呢 你这杀吕布 他肯定会是配合你 让你杀中的 反正他们还都在这个链上嘛 你杀七号 不一定能杀中的 这边你也不卖血 你不卖血 你 这我就看不懂了 这难道你真是吴吗 还是你是 你是这个魏国 你不敢出来 他真的是吴啊 你真的是吴 我只能说你这个 说一点什么好的 你只能说你这个大局观 实在是太差了 因为那个时候啊 你在前面那么多人 跳飞鼠去 打这个鼠 你一个吴国 你一个吴国 场上也没有你的队友 对不对 那你非跳一个 非鼠 你去动月鹰 干什么呢 你 你那时候你去动月鹰 你这不就是 帮名将拉嘲讽吗 因为你就坐在这个月鹰旁边啊 月鹰他打不到谁 他也打得到你啊 你这 你是像你们吴国的 那个美女学习吗 那个像什么 孙鲁玉 要想动手 就先杀我吧 你这不就是这意思吗 你这一个吴国的三邪小碎皮 你还在那里帮 其他势力的名将拉嘲讽 你这不就是作死吗 你这边教主出来了 看来是大群雄了 真的是大群了 这边再一杀 应该是死了吧 他有酒啊 有酒刚才你不喝 你这戒刀戒的也是 你这你不要说是假许的刀了 你这边敌人有刀啊 你这观石符你不戒 你非要去戒假许的刀 你戒着干这样的刀也行啊 你这假许他 他即使说他的刀能戒 他出了杀了 他出了杀 他也不是玩杀 别人也能救啊 你是在你吕布的会合 在你吕布的会合 他又不是玩杀 这个五号 你现在你不亮 你肯定你也不是群了 你这个 你这都三个群了 你夹在这三个群的中间 你到现在不亮 这你肯定不是群了 你要是群 你就果断就应该是亮出来了 你亮不亮 现在都是打群 你这不亮肯定你不是群 你不是群 明确跳过飞鼠 又不卖血 这难道你也是无吗 然后草皮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直接去杀群熊 直接去杀脚鸽 其实问题也不大 不是 因为这个五号 你这个五号 你不管是什么身份 这个草皮他去打群熊 都没什么问题啊 因为现在毕竟你三个群熊了嘛 除非说是他看到一个 能够这个毁天灭地的武将 他直接去打这个杨脚 不过现在 只能直接毁天灭地的 好像也没谁了吧 反正啊 这个五号的身份 感觉非常诡异啊 这个他肯定是 跳过一个明确的飞鼠 现在不晾将又不是群 之前呢 他那些动作感觉又不太像无 这难道你是一个 喂 一个非常非常怂 不肯卖血的喂 反正之前他是 他是没有卖啊 他是没有卖 然后 这边 是干掉了啊 脚哥啊 干掉了脚哥 对不起 国之大计 这这干净你这 你你这拆的是个寂寞啊 这五号非常像群嘛 你要是推理的话 推理的话 应该能推出来的非常 非常像无啊 不是不是不是群的 非常像无啊 难道刚才五号做什么 他他对陆迅做什么 不有好的动作了 是我没太注意还是怎么着了 赶紧去拆他是什么意思 还是他觉得我现在就 这个熊样了 你这个名将我谁也惹不起 我来惹一下暗将 呃 他直接去翻远营啊 这他第一他不翻吕布 第二不翻这个暗将 这个曹匹 这这这这难道这五号 真的是个不肯卖的喂吗 当然五号如果 如果如果是是无国的话 如果是无国的话 他不去翻也说得过去啊 但如果是无国的话 他应该去这个 他应该去翻吕布啊 不过现在这个局啊 现在这个残局肯定这个月鹰的 个人能力是最强的 反正他翻月鹰 他就是想这个想让五号去动啊 想让五号去去动 也就是说他想让这个五号去出力啊 他想让五号去打打群雄啊 或者是去打打月鹰也可以 他的目的是让五号去动 也就是说他的目的是想让五号去帮他打工 但是你这个想法啊 如果五号是无国的话 难道他就不来打你吗 难道这五号真的是一个 这个比较怂的喂吗 你看这时候他还去冰月鹰 当然这个时候他去限制月鹰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那我们逐点肯定去打这个暗奖 他让他肯定不是群 结果是个 真的是个喂啊 真的是个这么怂的喂啊 不过寻玉不出来 要说也行吧 寻玉这个憋到最后 也是隐藏到最后啊 那么大群雄 大群雄也是这样覆灭啊 我们主要是没救啊 反正是救不活了啊 这边还有寻玉洞啊 还有寻玉洞 当然我们这个主持角去救一下 然后自己收人头也可以 那这是带走了 带走了寻玉 带走寻玉呢 单挑这个真机 也没有太大优势啊 也真真没太大优势啊 唯一的优势就是这个帷幕啊 这个真机这个黑牌多啊 真机的黑牌多 对着帷幕没什么效果 但是这个你如果摸不到冠师斧的话 这个真的不太好打啊 因为你虽然说你帖妈不断杀 但是这个真机你是杀不动的 你是杀不动的 你如果没有冠师斧的话 你真的不好杀 当然你那时候你不带走一个 你不把寻玉带走 你一打二你更不好打 所以那时候直接带走寻玉 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这个不得不说 我们主角这个运气是真的不错啊 来了两个男蛮 直接把他这个手牌耗完 然后一个九杀就带走了 不然的话你和真机就这么耗下去 还真不一定谁赢谁输啊 那么今天这几局就是 从不同的侧面 给大家讲讲这个大局观的这么一个问题吧 希望以后大家都能尽量 把这个局势掌控在自己手里啊 那么好吧 点击先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